我们就开始起针来勾 咱们在线的一端打个活扣 那注意这个线头能够抽动这个活扣 这个线头拉的时候 它这里是可以活动的 好那现在呢 咱们就是开始起针 这个起针呢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数字仅供大家来参考 大家去参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手劲比较紧 或者是脚偏大偏胖的 那你可以在这个数字基础上 去加一针都可以 这个没有绝对的 那今天我们勾一个起16针的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直接的用勾针勾住线 把线带过来 这个就是第一针 那我们像这样呢 用这种方法我们要起16针 我这里起16针给大家做示范 16针就起好了 那现在咱们就开始勾 这个鞋底的第一圈 这个鞋底咱们要勾两个一样的 鞋底的第一圈 首先咱们勾两个锁针起跌 接着咱们再按住的 就是刚才起的第16针里面 就是第16个辫子针里面 咱们在这一针里面 要同时勾出两个长针 这是一个长针 这是咱们的第一针 那我们可以放个较口 接着我们在这一针里面 还要再勾一个长针出来 这一针里面 咱们勾出了两个长针 好 我们这个鞋底呢 是在这个左右两侧的这一针里面 需要加针 中间的这些针数呢 就是不加不减的勾 好 第一针里面勾了两个长针之后 接下来咱们来到下一针 下一针里面 咱们勾一个长针 接着咱们就是从右到左 一个针目里面对应的勾一个长针 一直勾过去 勾到还剩下最后一针 比如说我这里起到16针 那么我这里中间就是需要 不加不减的勾14个长针 就来到最后一针 不加不减的14个长针呢 就勾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这一头的最后一针 那么这一针里面同样要加针 这一针里面 咱们要同时勾出6个长针 这就是一个 我们在这一针里面 要勾出6个长针 那么大家注意的是 不管你勾多大尺码的这个鞋垫 鞋底 也就是不管你起多少针 咱们方法都一样 就是都是在两头这里来加针 然后中间都是不加不减的勾 比如说如果你起了17针 那你中间不加不减就是15针 那方法呢都是一样的 一针里面的6个长针呢勾完了 勾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拉 抽紧这个起针的这个线头 这样呢这个动的就会尽可能的缩到最小 好这里6针勾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一边 那这一边同样的跟它一一对应的话呢 我们就是也要勾不加不减的 像我这里就是14个长针 一一对应的咱们把它勾过去 这一边不加不减的14个长针呢 也勾完了来到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里面 咱们一开始勾了两个长针 那我们还要在这一针里面 就是在这个洞里面 还要再勾出两个长针 加上一开始的两个长针 一共就是四个长针 那就说明这一头更小嘛 四个长针 这一头更大 有六个长针 所以这一边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 脚尖 这边是脚跟 好 我们勾完了之后 我们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就是刚才放记号扣的地方 引拔结束第一圈 好 不管你勾多大的 方法都一样 第一圈方法都一样 只是中间 不加不减的针数不同而已 现在我们开始第二圈 第二圈咱们要勾短针 所以我们勾一个锁针起立 在第一针 也就是刚才引拔的地方 咱们要在这里加针 这一针里面 咱们要勾出两个短针 我们同样在第一针做好标记 相当于这里面加了一针 好 下一针里面 咱们同样要勾两个短针 也是加针 好 所以这里勾了两组的短针的加针 勾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中间不加不减的部分 我这里中间不加不减的部分一共有14针 那么这14针 或者你的15针16针也好 那接下来呢 这几针呢 它的这个 呃我们在勾的时候就有变化 哈 我以我这个为例 我起的是16针 中间除了两头各一针 中间有14针 那么这14针呢 我们大概就这样分配 那大家就参考我这个数字去这样分配一下哈 我以我的为例 4加5加5 这个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4 也就是咱们先勾4个短针 不加不减哈 只是呢 有这个针法的变化 3针 4针 好 这里勾了4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5 4加5嘛 然后接下来的5针呢 咱们需要勾5个中长针 5个中长针 2针 2针 3针 4针 5针 还有一个5 4加5加5 所以最后的5针 咱们勾5个长针 2针 3针 4针 4针 5针 5个长针就勾完 勾完之后大家可以发现呢 下一针呢就又来到了咱们斜头的这个加针的这一端 是吧 这个是斜根 所以呢我们这里勾短针 中长针 长针 它就会形成咱们的这个 这个鞋底的这种形状 好 接下来来到了这个斜头的这个加针部分 这里面呢我们有6针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咱们在每一针里面勾出两个长针 也就是要连续勾6组的长针的加针 那么注意的是如果你的起帧数跟我不同 咱们只是中间这里 刚刚这里分配的帧数不同 两头的勾法都是一样的 好 比如说你起的是18针 你中间就有16针 那你就是5个短针 5个中长针和6个长针 只是这里不同 好 两头的加针方法 加针规律的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个就是一个一组的长针的加针 咱们要像这样的连续勾6组 大家把它勾好 1 2 3 4 5 6 好 就勾好了 然后来到这一边 这边肯定跟它肯定是一一对称的了 是吧 所以我这里的就是先勾5个长针 2针 3针 4针 5针 接下来我这里是5个中长针 1 2 3 4 5 接下来是4个短针 4个短针勾完 我们就来到了这一边 这个呢就是斜根部分 斜根部分咱们一开始勾了两组的短针的加针 那么还 这边呢也还剩下了两组 所以下一针里面咱们也是勾两个短针 也就是短针的加针 这是一组 还要勾一组 两组的短针的加针呢就勾完了 好 勾完了之后大家来观察一下 这里有个辫子这个辫子是咱们引拔带出来的 这个辫子是咱们起立的那个辫子 是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在这个引拔带出来的这个辫子里面 好 大家看清楚 咱们在这个辫子里面也勾一个短针 相当于在这加了一针 好 这里呢就勾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在第一个短针的地方引拔结束 就是咱们放记号扣的地方 同样的道理呢咱们一定要拉紧这个线头 那么勾完了两圈之后呢 咱们这个鞋垫呢就有这么大的 如果是小朋友穿的 其实勾两圈呢就够了哈 或者是有的姐妹脚比较瘦小呢 勾两圈也够 那如果是成人来穿的话呢 我是觉得还需要勾一圈 勾第三圈这样呢会更大一点 穿起来也会更好穿一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圈的勾法 第三圈咱们一个锁针起立 咱们呢这个鞋跟还是要继续加针 咱们在第一针也就是刚才引拔的地方勾一个短针 这是我们的第一针 在第一针里面咱们只勾一个短针不加针 我们来到第二针里面需要加针 这一针里面需要勾出两个短针 这是第三圈的鞋跟的加针方法 也就是隔一再来加针 勾一个正常短针再来勾短针的加针 像这样呢把这三针看成是一组 咱们这里呢要勾两组 已经完成了一组再来一组 先是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短针的加针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两组 这个就是两组好那么剩下还有两组 待会就到这边来勾 所以这个脚跟的一共14组 好这里勾完接下来又来到了中间的部分 我这里中间有14针 那么中间这第三圈的中间的这些针数呢 咱们不管你是勾多大的尺码 全部都是不加不减 全部都勾短针 勾了14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来到了斜头加针区 这个比较明显好很明显 这个是第一次加针的地方 好所以接下来咱们 斜头的加针的规律跟它一样 也是隔一针再来加针 也就是先勾一个正常短针 再来下一针勾短针的加针 把这三针看成是一组的话 那我们斜头呢很明显就有六组 这是一组 一个短针下一针 两个短针 这样就勾完了两组 大家把六组勾完 斜头的六组勾完 来到了这一边的不加不减区 那么同样的跟它一一对应 那我也是一共有不加不减的14个短针 14个不加不减短针勾完来到这里 这里呢我们刚才说了还有两组 好所以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短针的加针 这就是一组 下一针一个短针 下一针短针的加针 这样呢就完成了两组 两组勾完 我们这里还剩下最后一针 也就是上一圈在引拔的那个辫子里面勾出来的 就是加的一针 那么同样这一针里面咱们还是勾一个短针 这样呢就勾完了 好那这里同样剩下两个辫子 这个是引拔带出来的 这个是起立的 那这里面呢咱们这两个辫子呢 现在就不管它了 所以我们就在 我们就可以 现在就可以断线 大家就可以断线 不用留太长的线头 咱们直接的把这个线呢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现在我们这里要去连接 做无痕的连接 好咱们勾针 这样来录针就是穿到第一个短针 就是刚才放记号扣的这个辫子里面 咱们把这个线头把它带到后面去 接着呢咱们来到了 这里的最后一针 这个辫子里面 把这个线头呢 把它这样带一下 也是带到后面去 这里呢适当的拉紧 所以大家看这里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辫子 这就是无痕的连接 那这样呢我们这个鞋底呢就是勾完了 那这个鞋子呢 拖鞋呢咱们要勾两片一模一样的这样的鞋底 然后呢我们就来进行缝合 现在咱们缝合 我们缝合是从这个鞋跟开始 咱们是这个 这一面是正面 这个也是正面 咱们那样让两片鞋底这样 反面相对 反面相对 然后这个线头呢大家记得藏一下 藏到这里面 好我这里呢就不长了 好我们直接从 刚才最后 无痕引拔的这个辫子 咱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进行缝合 你怕找不到 你这里就扯一下 好这样呢就很容易发现它了 穿过它两根线 这一边呢也是一样的 好很明显的是这个辫子 咱们呢直接从这里面入手 拿出自己需要的线 好咱们直接把线把它勾过来 我们直接把它勾过来 后面呢留点线头哈 好勾过来之后咱们穿到下一针里面 都是这样穿过 两个辫子 这个辫子的两根线 咱们呢这样在缝的时候把这个 线头去藏一下 把线勾过来 好带过后面线圈 也就是咱们勾引拔针缝合 接着下一针 咱们就这样一直 去勾引拔针缝合就可以了 再下一针 再下一针 好咱们也是勾引拔针缝合就可以了 好我们就这样一一对应的 一一对应的这样走一圈 然后全部都是像这样勾引拔针 到最后一针咱们也是勾引拔针 好这里注意手机均匀一点 好勾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勾了 同样是断线 留一点线头就可以 咱们把线抽出来 然后呢咱们也是在这个地方 咱们也是要做一个无痕的去连接 用勾针或者是缝合针都可以 好咱们跟那个鞋底的连接差不多 同样是把线的咱们从这个地方呢 带过去 咱们直接把它带到后面 好这里稍微拉紧 然后呢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也形成了辫子 是吧 好然后我们这个线头 从刚才这个地方把它带到鞋底 把它带到鞋底 把它拉进去 拉进去之后呢 咱们就在这个鞋底这个地方呢 来去隐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藏到这个鞋底里面 然后大家就这样一直藏 把它藏到鞋底里 藏好之后呢 这个鞋底呢咱们就是全部勾好了 这个就是比较厚实比较硬挺的这样一个双层的鞋底 这只鞋底 就是这个鞋底 就是这个鞋底